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視頻是在課堂上示範的 它是畫台灣的鐵山林 它的林道就是登山客在攀爬台灣山葉的時候 經過大約在2100公尺到3000公尺之間 就可以看到這個鐵山林 那鐵山樹木非常的特別 這個在台灣的針裂樹裡面 它的材質最硬 因此又稱作鐵山 鐵山的這個樹形呢 它的樹形就跟松樹差不多 有各種的姿態 形狀非常漂亮 而且它的樹皮也會均裂成 這個荒皮性的這個樹皮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倉敬 那由於這個是課堂上示範的 長條的對開 所以我們在視頻上的話 請你轉個角度來觀賞 首先呢 我們用毛筆 開始畫近景的這個鐵山 畫鐵山的時候 我們要一邊畫一邊春叉 然後把它表現出樹皮 這個均裂的這個樹皮的形狀 春叉樹幹的時候 至少要分三面 我們古人講要十分三面 那室溫上面的意思就是 讓它呈現立體感 一般我們在春叉的時候 這個線條在暗的地方 我們可以春叉的比較粗一點 比較密一點 亮的地方線條可以細一點 可以春叉少一點 我們使用的仙子是生仙 是大陸安徽出產的生仙 這個樹的樹形呢 非常的雄偉 而且枝牙橫生 感覺上非常的倉勁 它不像一般的山木啊 山木啊都是筆直的 它的姿態各種的姿態都有 我們畫素的話 最重要就是要控制好它的粗細 比較後面的枝幹的話 我們可以畫深一點 這是從後面穿插的枝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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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铁山它是这个在台湾特有的这个真叶树 画中国画有个这个古人讲的一个名言 这一句名言到现在都是非常管用的 就是唐朝张早讲的外师造化 中德新年 那我们要外师造化 造化就是大自然 我们要写生大自然 然后中德新年呢 就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美感的这个整理过 然后把它呈现在画面里 表现出它的美感 跟它的精神出来 这个树的枝干的这个 这个转折 还有弯漆前后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画的时候都会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在画的时候都会把它呈现出来 给大家看 像山水的話,我們可以透過寫生 可以增加我們繪畫的這個素材 體材上會更有新意 我們畫的這個國畫也是希望最高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 這個小的枝幹要注意它的穿插 那穿插的時候一定有疏密的變化 就像天人一樣 做成的一種木材 就像天人一樣 那穿插的時候 你會想像天人一樣 那個生日會再次 那穿插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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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天人一樣 它是蒸葉樹 所以它的葉子 這個要畫得不要太粗糙 我們直接把這個毛筆擦開來 然後用撞點的方式 就是直接毛筆戳在圈紙上 那時候呈現出來比較細碎的那種蒸葉樹的感覺 那在這個墨色上當然要注意它的這個龍蛋乾絲 有的有的有關 要分解到這個龍蛋白粉 有的有的那個龍蛋白紅 有的有的那些龍蛋白 有的那種蒸葉樹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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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画山水画 这个透过写生 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树啊 每种树它都有它的特质 松树有松树的 这个不同的这个树帽 这个龙树有龙树的树 都不同的树帽 由于写生 我们更能够透彻了解它生长的生态 然后我们在这个作品上呈现的话 这样更能够深度的表现出它的特色 而且更能够呈现 它各种姿态的美感 所以写生呢 那是一条重要的道路 透过写生 然后再透过内心美感的这个呈现 那在画面上 才能够表现出 这个新的这个创意 跟新的美感创作 画很多树在一起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个树跟树之间的这个 虚实的安排 不止这个树的这个高低的 前后高低的这个分布穿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得那个垫布啊 一定要浅色的 要尽量米白色的 因为这个纸啊 不管怎么样都带有一点点 还可以透过去 有那种透明性 如果纸薄一点的话 这个 要是这个垫布比较深的话 我们在鲜染的时候 比如说纸打湿了以后 那这个纸就带有透明性 就不容易分出 它的溶蛋 所以这个垫布你不要嫌脏 这个白色的米白色容易脏是没错 但是那这个在画画上的话 它的效果会成为比较好 比较容易呈现这个画面上的溶蛋 看得比较仔细清楚 画画的这些工具都是辅助我们的 就像说 你在画 不用担心这个笔会被你画坏 那你不要担心 这个垫布会脏掉 这个这些本来就是这个工具 画画最重要的是把你的画面呈现出最好的美感出来 这是我们的目的 一般我们在画树叶的时候就是要呈现出这个树的 这个树的品种的那个叶子的形 那个感觉跟形状 比如说它叶子比较大的话 树种的叶子比较大的话 我们就选择这个不同的笔法来表现扩叶的感觉 像画松树的话 我们就要表现出那个松针细细的 然后很尖锐 这个手去碰撞会尖尖的尖锐的感觉 就是要表现出形神兼剂的那种特色出来 就是要表现出形神兼剂的那种特色出来 呈现出来的笔墨之间的这个美感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很平凡的一棵树啊 透过你这个笔墨的呈现 它反而更美了 而且从笔墨之间 这个呈现出来的感觉呢 你可以感觉到画家的心境 跟它想呈现出来的这个美感 这两棵树在一起一前一后 前面的质感比较粗 后面的质感比较细 但是呢我们分高低 后面那一棵我们画高一点 那再来我们再穿插后面的这个铁衫 更后面的更远的 所以呢这个我们会画的比较小一点 在国画里面要表现远的远的远的数 那当然是有很多的这个表现的方式 那第一个可以用大小来分 就像古文讲的 葬山尺数寸人 那么寸马分人 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用龙蛋来分 比如说我们近景画黑一点 远的画淡一点 那淡就模糊表现呈现出比较远的感觉 那再来呢也可以用明暗来分 前面的我们这个树干流量多一点 后面的流量少一点 当然最后的这个整体的渲染上也可以 把后面的树暗暗一点 模糊一点也可以把它推远 所以在国画的山水上呢 我们表现的大部分主要就是用龙蛋来表示前后的关系 那跟西洋画 这个像印象派啦 这个像很多都是用光线的明暗为主 那国画是用简单的单一的龙蛋来分远近 那我们现代国画的呈现呢 当然就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 原素啊进去 画画的呈现呢 就是要表现出这个画面的特色 东方绘画的精神呢 就在于这个笔墨 还有跟他的意境 那笔墨是一种东方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一个 这个容易取得材料的一个特色 比如说中国人发明的这个纸啊 发明的毛笔啊 还有中国人产这个丝绸啊 可以画在剑布上啊 后来画在纸上啊 就是生活周遭容易取得的材料 那像这个笔墨就形成一种特色 我们讲的这个笔墨以外在的形式来讲 就是你用毛笔啊 用磨的墨啊 用这些国画的这些宣纸啊 或是卷布啊 来画出来的 这种材料 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媒材 那内在来讲的话 这个笔墨笔 所谓的笔墨笔 就是指这个线条方面的变化 这个线条包括很多 龙蛋干湿 亦阳 顿臭等等 轻重反击 这个 在西洋绘画来讲就是 点 跟 这个线 的呈现 那这个墨呢 就是一个面的呈现 那 这个墨呢 讲究的是 它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 这个墨色的龙蛋啊 它的韵味 是使用面的呈现 那意境呢 是因为中国文人化的兴起 文人化很注重画面的这个意境 它所带给做这个国画呢 增加的这个画面的这个意涵 的意境 啊 比较远的这一颗呢 这个这两颗呢 这个树就比较小一点 我们穿插在前面这个两颗的之间 那在画面上呢 我们还留了一些空间 啊 还要穿插 到时候要穿插登山步道